詩警和海關合力偵破偷渡案 今日上午在坦仔北安舊碼頭附近 抓了合共六男一女的七個涉案人士 今次拘捕行動可以禁成功 全靠詩警和海關的精密部署 當時海關在附艇上截查兩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詩警隨後在岸邊抓了包括蛇頭在內的三個人蛇 以及在北安舊碼頭任職的一個南保安 他涉嫌非法匿藏這班人蛇 每次會收取1200元報酬 詩警還透露這個偷渡集團已經運作至少三個月 每一個人蛇要支付6000至13000元不等的款項進行偷渡 最後有關人士會以涉嫌犯罪集團 以及協助收容罪移交檢察院處理